董 прир 其實我走對這行業 由學師開始計算大概18年 而和普通男生一樣 小時候很喜歡車 不其然會覺得想投身和汽車有關的行業 其實很多人一定會用車房仔去形容我們 但其實並不是像外界想到那麼簡單或者那麼負面 我們有正式的培訓 我們會去廠方的訓練中心 公司也會給予很多支援 上來定期會有一些訓練告訴我們 譬如我們現在用的所有探訓 打得實實的電腦 它裏面也有一個軟件可以讓我們和廠方分享一個平台 廠其實是會很像跟我們一起在現場去設計車一樣 所以在我們每天上班都可以叫做一個挑戰 Langlova的車可以承受到很多很極端的情況出現 你去到很嚴峻很崎嶇的道路的時候 它仍然是應付有餘 英國人本身對於他們每一件事 那個要求是很嚴謹的 每一個位置都不可以有錯處 所以我們都要秉承這件事 要對我們每一輛車做的事都要很嚴謹 和很執著每一個細節 全個A3Pacific的人最強的十六個國家 就會一起去新加坡總部 進行一個比賽 我自己在這個比賽裡 拿了A3Pacific的第二名 代表整個亞太區去英國參加一個全球性的比賽 英國的經歷是兩個字 好玩或者很好玩 這個不是一個比賽 這個反而是一個技術教 我覺得它是想發佈一些資訊 或者是教識我們一些診斷技巧 多於一個比賽 我第一天要比賽 我們去了廠方的一個恐怖的經驗中心 全個山頭 都是廠方專門設置了很多很崎嶇的路 可能要降水 水上到差不多近乎玻璃窗那樣深 平時它最招募的功能 都全部有機會試到了 最後它給我們自己拿著一輛車 拿著一個APP看 我上了車之後 走完一個圈 我旁邊的教員就跟我說 你喜歡踩幾塊就踩幾塊 結果當時我都駕駛到200多公里 真的很刺激 又是有錢也未必會有這樣的經驗 放膽走出來的第一步 因為機會隨時都會出現 我是超人 我是Jagger Land Rover的Level 4 Division 所以我提到大家 只要作詞